今晚的省選速遞 我們來到本屆省選重新核分出來的 本拿比拿Metrotown選區 該選區主要是由市內兩個原有的 Edmond和Dia Lake選區部分組成 今次共有5名候選人角逐 其中3名是亞裔 究竟他們對居民所關注的議題有甚麼見解 讓我們今晚一起看看 在過去四屆省選 本拿比Edmond和Dia Lake兩個選區 都是由新民主黨的候選人勝出 而在今屆新設立的本拿比南Metrotown選區 選民有關注甚麼議題呢 貸貸是太高了 我擁有一個公司 我需要工作幾個職業 很多朋友都不會有孩子 只因為那些事情很貴 感到熱業嚴重的問題 就是一個流浪犯的事情 流浪犯的數量不僅比過去更多 甚麼壞事都肯做 甚麼壞事都事無其他人在做 而且政府對這個說是無毒 代表新民主黨的韓裔律師 前附警崔寶羅就表示 面對當前的公共安全問題 他希望以自己過往的法律從業經驗 幫助制定更有效的政策 本拿比前學務委員賈美玲 原先除德聯合黨的提名 在該黨退選後 可以無派別的身份參選 他認為教育廳缺乏前瞻性 而他一旦當選 會著重校社基建等方面的長遠規劃 為甚麼等到蓋好了 已經不夠學生使用 那這個就是一個政策的問題 我們當現在要做一個建設 我們會預估它三到五年的時候 會是甚麼樣的成果 是成長到甚麼程度 那我們一次性就現在把它預估 建到那個時候 它不要三天兩頭的一直在做跟建 保守黨候選人李漢 未有回覆本台的採訪要請 但他較早前就表示 希望以自己十五年地產經紀的經驗 解決區內房屋負擔能力 以及工作保障等的問題 同時 陸黨候選人Kerry McLaren 亦將重點放在房屋的問題上 他希望以自己過往的大溫地區 非牟利房屋機構 擔任統籌工作的經驗 處理有關的問題 而區內獨立候選人 愛秦翻新公司董主Michael Angelo 在社交網站聲稱 會效法羅賓漢劫富製貧 一旦當選會將議員薪金 全數捐給有需要的人 下星期一就是感恩節公眾假期 各個選區的票站和選區辦公室 都會在各日關閉 至於以電話和網上申請的郵遞選票 的限期就是星期日晚上8點 好了 今晚的省選速度就到此為止